袁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上回講到張飛發火想殺董卓 這個董卓是什麼人 董卓他是攏西人 官職做到河東太守 他這個人的性格一向嬌橫拔戶 當日他怠慢留給他們 張飛發衣想殺他 劉彼和關公急忙制止他說 他是朝廷命官 怎可以隨隨便便說殺就殺 你先下口氣 不要和這個勢力的人一般見識 不殺這個家伙 將來還要在他手下聽命 我實在不甘心 兩位兄長要跟他就跟他 我自己投靠別的地方去算了 張飛對眼睛噴著火 我們三個人兒童生死 又怎可以相互分離呢 說要投靠別的地方 我們三個人一起投靠別的地方好不好 嘿嘿嘿 這樣就差不多 那條氣都順一點 於是三個人 留夜便率領兵馬來投靠朱俊 朱俊就很熱情地接待他們 將軍隊合在一起 去進攻黃金首領張寶 同一個時候 曹操亦跟隨著王虎松 去進攻黃金首領張良 大戰在曲陽一帶 這邊張寶率領九萬兵馬 駐紮在山後 朱俊就命令劉備作為先鋒 跟賊兵對陣 張寶就差遣副將高昇出馬 漏打漏陣 劉備叫張飛出馬 張飛飛馬 聽起象八長矛 跟高昇打了不夠幾個回合 一下就將他刺死在馬下 劉備徽軍直衝過去 張寶就馬上豎起把劍 劈頭散發作起妖法 只聽見 雷聲大作又刮起狂風 一股客氣從天而降 客氣入邊 好像有千軍萬馬殺過來 劉備兵士一看到 哇是什麼來的 軍中大亂去走了 立刻敗陣而會 回到刑寨 劉備跟朱進商量 朱進說 他用妖法 我們將來可以用 豬血、狗血、羊血 叫兵士埋伏在山頭 等賊兵趕來 我們從高山坡上潑下去 就可以破他這個法術 劉備聽了 立刻叫關公張飛 郭帶領一千兵馬 裝滿了 豬血、羊血、狗血 埋伏在山後的高山坡上 第二天 張寶就搖旗立喊 帶領兵馬過來 又鬧陣鬧打 劉備出來應戰 正是打打下 張寶又是作起法術 一時之間 風聲雷聲大作 飛沙走石 曼天的黑氣 千軍萬馬又是從天而降 流被他們撥轉馬頭走 張寶又立刻帶領兵馬追回來 剛剛過山頭 關公張飛兩枝埋伏的兵馬發起號炮 一起將些豬血、羊血、狗血潑下去 只見天空中的子人草馬紛紛跌落地 風聲雷聲都沒有了 沙石都不再飛起 張寶見被人破了法術 趕快想指揮兵馬撤退 左有關公右有張飛兩軍一齊飆出來 背後還有劉備和朱進一齊趕到 張寶的軍隊被打到四散逃跑 劉備看見地公將軍的旗號 馬上飛馬追過去 張寶落荒而逃 劉備彎弓搭戰 嘴聲 一箭射中張寶的左手 張寶帶著箭劫實馬 逃跑入陽城 要兵士關閃城門不再出來了 朱進帶領兵馬圍著陽城攻打 一面有警察打探王虎松那邊的消息 探子回來回報說 王虎松已經打贏了很多場仗 朝廷因為董卓經常打敗仗 所以就找王虎松來取代了他 王虎松到任的時候 張國已經死了 張梁統領軍隊與我軍對陣 被王虎松連贏七陣 在曲洋將張梁斬殺 將張國的頭顱首級割下來送回京城 盛低的黃金軍全部投降 朝廷加封了王虎松為居其將軍領契周目 王虎松又上表啟奏朝廷 勞籍有功無罪 懇求官復原職 朝廷亦因准答應 之後又封了曹操為濟南相 叫他即日去就任 朱駿聽了 就立刻催促軍馬 繼續攻打陽城 王虎松在城內頂不住 有個將領叫嚴正 刺殺張寶 將他首級割下來出城投王 朱駿他們又一年平定幾個遠城 就奏報給朝廷知道 王虎松盛低的軍隊 在趙宏韓中宣眾這些將軍 大領下巨手在遠城一帶 聲稱為張國他們報仇 朝廷命令朱駿率領德聖之師前去征土 朱駿和劉彼關公張飛他們 領命將遠城衛室 沒多久 黃金軍城中沒有糧食 就向朱駿黑球投降 朱駿不答應他 黃金軍盛低的軍隊唯有棄城逃走 朱駿劉彼關公和張飛他們 率領軍隊追殺 韓宗被劉彼一箭射死 而趙宏宣眾他們 又乘機搶回遠城 朱駿就唯有率領兵馬 離開遠城十里之外 安刑紮寨債 正準備再次攻打 忽然之間見到正東面一標人馬來到 為首的一將 長得闊口大面 虎背紅腰 這個人是什麼人 這個人是吳郡富春人 姓孫明堅自民台 他是孫母的後人 孫堅十七歲時 和父親來到前堂 見到十幾個海盜劫取商人的財物 就在岸上分葬 孫堅和父親說 我可以捉殺這幾個賊佬 他提刀上岸 大聲喊 東面圍過來 西面跟著我捉賊 那些賊佬一聽 哎呀官兵來了 丟下財物 趕快扔 扔得慢的那個被孫堅追上去 一刀砍死 這件事在遠城傳開 後來有人舉戰孫堅做了官 今天他帶領著精兵一千五百多人前來接應 朱駿就很高興 即刻命令孫堅攻打南門 劉比打北門 朱駿自己帶兵打西門 將東門流出來給黃金軍走 孫堅首先登上城樓 斬殺了二十多人 其他的兵士趕快走 趙宏挺起長矛衝過來 孫堅避也不避他 在城牆上一躍而下搶趙宏的長矛 將他刺殺在馬下 然後坐著趙宏的馬 四圍去追殺賊兵 孫堅帶領兵馬在北門突圍出來 剛剛撞到劉比 他無心亂戰 只是想找路 劉比彎攻搭戰 一箭射過去 將孫堅射落馬下 朱駿率領大軍隨後掩殺過來 斬殺幾萬首級 投降的不計其數 南陽這路就平定了十幾個遠城 朱駿就班師回京 被封為居騎將軍河南韻 朱駿上表就請朝廷加封孫堅和留給他們 朝廷裏很多人都幫孫堅說好話 於是朝廷任命孫堅為一郡司馬 唯獨劉比他們得不到任用 聽說因為朝廷裏沒有什麼門老 有一天 郎中張坤偶然在街上撞見劉比他們 見三個人都悶悶不樂 一問才知道內情 張坤就上朝啟咒 那十常事才不得不委任劉比為定州中山府安喜縣的院位 劉比他們帶領兵馬回鄉下 將兵士遣散 就帶領二十幾個親徒上任 劉比他們來到安喜縣 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將院衙入面的事辦得妥妥當當 好受老百姓們愛戴 誰知四個月之後 朝廷降下召書 說要淘汰一批有軍工 而僅僅作為長利的人員 當時獨遊奉命來到安喜縣 劉比他們出城迎接 劉比他們出城迎接 劉比在馬上發下發下之馬邊 指指點點跟劉比說話 到了管役 劉比就坐在廳堂入面的高椅上 等劉比他們就在門口的台階下攻身而立 關公和張飛見到這樣 真是眼火都爆了 那個獨遊就問劉比出身之後 竟然說 劉遠慧自己亂說自己是皇親國戚 虛報軍工 現在朝廷降下召書 只要淘汰你們這班藍官勇員 劉比一聽 心都涼了 也不知什麼回事 三個人回到院衙 跟院尼他們一說 院尼個個都笑了 嘻嘻 督游看你老實 特意在你面前灑一下威風 其實意思是讓你找些金銀賄賂一下他 你剛剛到院衙 就不明白入哪些門道 以後你就慢慢明白了 只要上頭有人來 你多些準備些金銀就可以了 游了金銀什麼事都好辦的 劉比一聽整個疾住 過了很久才說 唉我對老百姓秋毫無犯 哪說找不到金銀給他 嘻嘻 劉比好像現在才明白到一些 細度敗壞人心險惡了 唉 這個細度真是不像樣的 那要那些廉潔奉公的人 沒有路好走的 那第二天 督游先將那些院尼全部叫去管役 要那些院尼指控劉比 說劉比欺壓老百姓 劉比知道之後三番四次去管役求見督友 怎知門口的兵士不讓他進去 看來沒有銀兩就沒有好說 那這一天 張飛喝了幾杯門酒 騎馬來到管役門前 其中已見 50-60 個老人在門前呂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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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游就迫远离害刘远卫 我们来求请 门卫不单止不让我们进去 还打了我们一身 老人一路说 一路大声哭 张飞不听 犹是可 一听 立刻怒气直冲头壳顶 他睁大眼睛 牙咬得薄薄声响 薄声从马背上跳下 直冲入管役 门卫怎能拦得到他呢 张飞蹬蹬蹬 冲入后堂一看 督游正坐在厅堂上 张飞一手执着他 三两下好像扎果征众那样扎实他 大声喝话 我听你的害文精没过好事 张飞扯住督游的头发 将他拖到门外边 一直拉到软牙门口 将督游绑在马桩上 那软牙的人就立刻围上来看 你们去 帮我弄些藤条过来 现成的藤条 树上全部都是 软牙的人立刻琴上棵树道 咬了十几条树枝 递给张飞 张飞接过一条 举起身 出力吹在笃游身上 吹完屁股吹两只脚 吹完两只脚 吹背脚 一条打断了再换一条 直至将十几条树枝打断 然后吹剑要杀督游 这一阵 刘比在软牙里听到门口吵圈巴闭 就联王问左右出了什么事 那些人回答他说 张三爷不知道打什么人呢 刘比联王出门口一看 见到督游被打 联王问张飞 你打他干什么 放下把剑 那这个害人精不打死他 难道留他来害人吗 说完又举高把剑 刘远卫救我啊 刘远卫救我啊 督游拼命哀求刘比 刘比不竟是个仁慈的人 听到督游这么哀求自己 心愿了 马上叫张飞停手 关公见到这样 拉着刘比的手说 卿长征土王根 建立了这么多大的功劳 只得到个软卫仔做下 现在又被这个督游侮辱 依我知见 这些骚髒骂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我们妻身之地 不如杀了这个督游 我们不做官回家 令图谋其他建功立业之计更好 刘比明人从软牙入边 拿出做软卫的印章 挂在督游的颈上 然后训斥他说 根据你手刮民财欺压百姓的罪状来说 今天就应该杀了你 现在饶恕你的狗命 以后百德害民 说完 刘比他们就骑马离开了 督游执回一条命仔 就去说给定州太守知 太守快速告诉省府 要去捉刘比他们三个 刘比他们三个 就去代州那里投靠刘斐 刘斐见刘比乃是看失忠亲 将他藏在自己的家 就不说他了 再说十常侍把握着大权 这帮十常侍是什么人 十常侍是宫廷内 整帮太监组成的宦官 他们很大权 因为他是皇帝的亲信 这就是权倾朝野 这日十常侍聚在一起开会 商量说 以后如果有人不肯听我们的笛 我们就灭了他 他们其中有一个叫召忠 张扬派人去找王虎松和朱俊 问他们拿打败王金军时 缴获回来的财物 王虎松和朱俊 贬都肯给你的 他们就报给皇帝 最后来最后延送他二人的军 皇帝又封赵宗为居骑将军 张扬等十三个人 皆封为列侯的官职 朝政更加败坏 人民怨声四起 于是在长沙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起义作乱 如洋这个地方有个叫张举的 自称为天子 有个叫张纯返的自称为大将军 高级表彰像说片般飞入朝廷 一只不过被十常侍全部收起 就不品奏给皇帝知道 有一天 皇帝在后花园和十常侍一起饮宴 奸义大夫刘徒就一直来到皇帝面前大声痛哭 皇帝问 什么事啊 刘徒就哭着说 天下危在单直 陛下还和这帮阉人贼子一起饮酒 国家太平 有何危急啊 四方道策兴起 这些侵略周郡 哎呀 佳恩是十常侍卖官害民 欺君网上 朝廷那些正派的大臣 全部都被他们铲除了 国家危在单直啊 十常侍个个都脱顶官帽 趴在皇帝面前说 大臣不能够容纳我们 神等在处可能怕会无命啊 哎呀 让皇上保存我们的性命 让我们返回乡下 卖了家产 用来资助军费 说完大声痛哭 皇帝发怒罵楼桃 你身边都有近身侍卫的人 为什么就容纳不了 朕身边近身侍卫的人 就学令武士推楼桃出去斩首 楼桃大声说 神死不足惜 哎呀 可怜看失天下四百多年 哎呀 今天到此 没了 那帮武士涌过来 将楼桃推出去准备行影 一个大臣喝着说 迷屋守住 让我进去再进间 大家一望 乃是司徒陈丹 陈丹 登登登登入到宫里 就进间说 劉奸义得了什么罪要斩他呢 皇帝说 他委绑我近臣 冒犯涉足本朕 天下的人民 个个都想吃十常事的肉 哎呀 陈下你敬他们好似父母一样 他们身无寸功 全部都封他为列侯官职 哎呀 以前风衰连结黄根喜事 陈下到现在都还没醒过 江山舍迹会马上倒 皇帝说 风衰作乱 事情到现在都没清楚 方且在十常事里面 难道没有一两个是浸的忠臣 陈丹 用头状的地面继续进间 皇帝发怒 命令那帮勇士拖他出去 和刘徒一起混入监狱 到夜晚 十常事马上命人在监狱里面杀了他两个 还假传皇帝的赵书 封孙建为长沙太守 等他征土拆兵 过了不够五十日 就传来捷补 说平定了江夏 又再颁召书 封孙建为乌情厚 封刘御为幽州木 要他们领兵去鱼羊征土章举和章顺 代州的刘徽 写封书信举战刘彼去见刘御 刘御见到刘彼好欢喜 命令刘彼做都位 带领兵马直到财兵的斗口 和财兵大战了几天 章顺一向都尊横空残 下边的兵士早就想反他 手下有个头目刺杀了章顺 割了首级 带领兵士过来投降 章举见到大势已去自己吊颈死了 留给他们就平定了鱼羊 刘彼上书表奏刘彼的大功 朝廷卸免他鞭打督游的罪名 同样在这个时候 公孙赞亦上书 陈述了刘彼以前的功劳 推举他为别捕司马 守平原的远命官 刘彼在平原 开始有银两粮食和军马 重整旧日的气象 刘彼因为平寇有功 亦被封为太尉官职 到了中平六年的夏天 灵帝就病得很紧 就传召大将军何俊入宫 商议后事 何俊这次入宫 皇帝其实要杀了他 究竟是什么回事 何俊的性命又如何 就扯听下回分解 满意了